欢迎大家来参加 Healthy Lifestyle Senior Online Virtual Meeting 这个计划是由 New Horizons for Seniors Program 资助的 大家好,我是Helen Lam 我是AGOAC Filmmakers 还有是Seniors Online 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Chiropractor Dr. Christina Choi 跟我们讲解 Neck Pain and Vertical 不是Pain in the Neck,是Neck Pain OK 讲完之后就会有机会给大家问问题 那就不挡大家时间 请欢迎由Scarborough Amity Health Clinic来的 Dr. Christina Choi 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I'm Helen for the introduction 多谢你的介绍 Healthy Living Lifestyle 今天的讲座 大部分都会用广东话讲的 那个工作呢 我除了讲关于颈部的状况 和冤魂 即是Vertical 我下一半的时间 也会教大家的运动 帮颈部运动 和教一些平衡线的运动 可以在家里做 很多时候都是做预防 日后有什么事 都可以增强周身的关节和肌肉 就像Helen刚才说的 今天我就会讲 Neck Pain and Vertical 颈部的状况 和冤魂 通常我做绑座 我喜欢做一些解剖的情况 而今天因为我们讲 是颈部的情况 我就会讲颈部的位置 例如指示 动动的范围 和正常的肌肉关节的状况 然后讲讲治疗的方式 对于某的情况 预防 和锻炼运动和肌肉 今天有什么解剖呢 就是英文 颈部叫做Cervical Spine 我们的颈部其实有七折的 如果这里有些朋友 是照过X光片 通常就看到X光的骨隔的位置 也可以看到关节的位置 我们的颈部有七折 如果有什么事 颈椎痛 或者撞过车 跌过胶 如果想看骨隔 就可以按X光来看到 包围着骨隔 这里有个图片 就是我拿了颈椎的位置 前方一半来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图案 叫Sectional Side View 这个位置 C1, C2, C3, C4 这个位置 是我们颈部前面的位置 在后面 就是我们后椎的位置 大家看到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黄色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Spinal Cord 就是我们的神经管 我们的颈椎的位置 外层的骨隔 银带 肌肉 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管的位置 右边这些图案 就是说一声给你们听 我们其实我们 颈椎的骨隔 是什么形状的 这个是我们 如果是在上面 看下脊椎的位置 前面就是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骨隔的身体 周围旁边就是 关节组合的位置 后面这个有个尖位 OK 这种肌肉的肌肉 就是我们脊椎的后骨 如果你现在摸一下颈位 在中间 有什么特别的位置 是不是 那些硬的骨隔 这个就是我们的 Spinal Process 那个位置 中间这里 就是我们的神经管 出入 等会我会说 有些情况 或者会令到 这些骨隔边 或者我们的神经管 神经线受到影响 由这些位置开始 其实我们的身体 现在颈椎有7折 神经管影响 或者神经线的影响 可以由 第2、3、4、5、6、7折 对下 亦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移动颈椎位 OK 上来上来 打折 转弯 很多时候 受到影响的位置 是我们的下面的骨隔 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上面的颈椎 是托好骨头的位置 所以少一点移动 但是下椎 是移动得多一点的 我们周围的位置 OK 有肌肉 我们有前面的肌肉 OK 前面的肌肉 帮我们向下 帮我们转弯 也在下返下 也在下头的脚位 帮我们移动的后 和召椎肩肉的情况 后面 有我们的颈椎 肩部 和背部的肌肉 可以让我们向下弯 和转弯 也帮肩部上落 那些动作 因为我们的颈椎的肌肉 跟我们的手肩位和上背 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颈痛 有时我们背会会痛 或者肩位也会痛 因为我们的肌肉 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右边这里 是深入的图片 让我们看我们颈椎后面的肌肉有多少 其实有很多小微的肌肉 我的箭嘴在这些位置 英文叫suboccipital muscle 这几个肌肉就帮我们托着整个头壳 是颈椎的位置 有时我们看电视或者看电脑 向前多 虽然颈部未必完全向前 但是我们的头壳向前 就是这些肌肉位 铺住我的头壳 有时会变紧 令到可能有头痛的情况 因为颈椎和头壳是黏在一起的 那我们的运动范围是怎样的呢 大家如果颈椎没有事 或者肌肉不是很紧 如果颈椎和微受的伤 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大约正常的范围 如果向前的话 颈挺直是零度 如果向前的话 如果肩膀不动 只要有颈椎 我们应该去到大约50度的角度 向直 如果向后呢 肩膀不动 大约60度的角度 不如打側位 头向直 我们这个打側 左边呢 就45角度 向直 右边也都45角度 OK 接着转弯位 好像看开车啊 出blind spot 对吧 我们转弯位 这肩位不动 确定你这里不动 你转右的时候 大约80度 如果你这里真的不动 有些人可以去到90度 去反直 左边也都80度 如果可以去多些 也都是90度 如果有些范围 没有去到这个标准的角度 可能因为 关节退化变硬 令到你的颈椎的范围 弱减少 或者肌肉的紧了 或者拉着你 不想你 令到你 转得太多 或者向前向后 太厉害了 或 或者 受了伤 撞了车 肌肉都收紧了 肩硬了 那就比较难 动到这些范围的角度 今天讲的颈部状况 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 勞损和拉伤 骨性关节炎的情况 即是颈椎退化 或者关节组合症 神经线压 刺墓 颈部的情况 令到头痛的情况 和續云 我们都会触摟 触摟触说一下这6个情况 第一是 盗牲和拉伞 通常盗牲、拉伞 就是过礼多 会影响到肌肉、银带、肌肩和筋位 受伤的时候可能会过滤 或者我们这些肌肉银带 动得超过正常的范围和角度 令它很容易伤或撕裂 我们在下面这个图案看到 是一条银带来的 正常来说我们这些银带是一条条 是平常的健康的无伤 如果像我所说的 跌倒或脱脱头 很容易或者会让你迷你撕裂 在银带的位置 通常这个叫第一级 不会太严重 跌倒或伤或伤或未必知道 你这些银带会有伤 通就会通 但是除了通 不会说肿和鱼 但是如果去到第二级的话 如果银带或者肌肉撕裂 一半撕裂 英文我们叫做 partial tear partial tear 通常如果某的位置 或者手腕 或者脚硬的位置撕裂 通常这个就是第二级 通常这个就是第二级 去到第三级 第三级如果整个银带 或者肌肉撕裂的话 除了痛、肿那些位置 它也会有瘀 瘀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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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瘀 如果是颈椎的位置 如果真的是撕裂的话 或者是动的 会变到零 要是痛到不想动 或者整个颈椎位中 或者有瘀瘀瘀瘀瘀瘀瘀 在严重性的情况下 尤其是颈椎位 如果真的有肌肉瘀瘀瘀瘀瘀 痛到受不了 失去很多的动动范围 大部分要去医院 而要固定硬的胸椎 来保护颈椎 让它慢慢痊愈到这个情况下 这些当然是严重性 如果是劳损和拉伤 都会有痛症的情况 为什么呢? 通常我们用得多 或者蹲下忙 做事、做事 只能低下的多 我们后脊肌肉很容易 经常拉伤 因为我们不是正面的做事 我们普通的位置是正面的 如果有时候 伤症 看电话 看得多 这些就叫做劳损 我们后脊肌肉也很容易受伤 因为肌肉和银币 后脊肌肉的颈椎 整个颈椎 整个头的重量 让它不要低下来 简单来说 这些劳损就很容易 令你迷你撕裂了 其他缘包括什么呢? 有这些创伤是撞车 如果你是 或者你撞到人 的话 很多时候你蓝了手 或者蓝了手 蓝了手 我们的头 就会很容易拥前 转向后 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反弹性 而受伤 所以我们有些人在车 整个颈部都不能动 因为整体颈部的位置 就会影响 震动了 令到肌肉和银币 会有这些创伤的话 就需要按照X方片 超声波 或者齿力共振 下一个题目就是骨性关节炎 骨性关节炎是一个慢性的状况 由于我们常用尽个颈椎 好像我现在跟你说话 或者用电脑 做工 我们的颈椎 都是在运作中的 推发性或者骨性关节炎 是很多年的磨搅 摩擦 即即慢 令到我们的软骨位退化 我们看看图片 我们在这里的左边 这里写着normal spine 就是我们的正常的直椎位 四方这些位是骨位 中间骨位有软骨 软骨的位置是有水分的 但是我们年纪越大 或者我们用得多 我们这些水分很容易流失 那流失的变化就是 软骨就开始收缩和见面 如果我们用得多 颈位好像看电脑 颌骨头用 或者低头用多 都会令到我们的软骨流失更快 令到我们的关节位 尤其是我们的软骨位磨損 那我们这里 这个图案就是写着osteoarthritic spine 就是受到骨性关节炎的脊椎位 有机会生骨刺 OK 令到更加硬和更加痛 因为脖子已经少了水分 少了水分 我们的柔软性就少很多 我们右边这个图案 整体的图案就讲于我们的脊椎关节位 这里的关节位接近 是令到我们不会超过某些范围 那我们向后那时只去到60度 如果没有了这些关节位 我们向后或者会去到90度 但是也是因为这些关节位 我们动动或者移位 动得多都很容易受伤 还有引起炎症 那这些炎症呢 也会影响周围包围着肌肉 神经线和银带 那骨性关节炎呢 是什么情况下 知道是这个情况下 年龄都会有骨性关节炎的影响 但好像我这个年纪 因为我其实容颈多 或者体验多 我颈椎已经开始退化 所以有时候动动的时候 不是转颈、扭颈 有些哔哩巴哩声 就是退化的症状 这些哔哩巴哩声是不同的 只不过动动的时候 就有啪啪声 早上起床会特别硬 因为晚上的时候炎症发生 我们就少动了颈位 但是动动一下或者拉一下筋 那些位置会舒缓一些 会变得更好的 那如果有骨性关节炎 有骨刺 我们的运动范围 就是动动可能会比较少很多 那好似我说 如果有人真的有骨性关节炎 或者转弯的角度 可能我们如果转左转右 是大约80至90度 如果有骨性关节炎的话 那个角度可能是 差不多45至60度的角度 那我们就需要做些运动 来拉松它 以及预防它更加严重退化 如何才会有骨性关节炎呢? 除了年纪 我刚才说 我都会开始有骨性关节炎的情况 因为我做事其实很多 我只帮病人做的时候 通常病人在桌上 我就站着 我就看着他们做 所有颈椎 常常向前或者向低 职业上 我们这个图案是 Electrician 如果他们喜欢 整面线多 磨擦得多 或者在地上做铺地板 或者看下来 这些很容易令到脊椎 会创伤更加快 而且现在因为Covid 我们在家里多 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 或者Work from home 其实对着电脑 常常看直 OK? 我们平时应该是这样看直 OK? 但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病人 就是不断向看电脑 尤其是眼角 就想不断对着电脑 随着脚颈 这样也会令到骨性关节炎 开始或者变得更加差 下一个情况 OK? 骨折组合症 是我们的后椎的关节发现 通常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关节组合症 是因为我们的颈椎 现在常常看电脑多 而且不能停静 如果看电话 我们就向低 OK? 但是看电脑 我们的正常姿态 是应该挺直 但是虽然常姿不动 我们的头 就开始乌齿 令到我们这个弯位 特别弯曲 不是直 就变了弯曲 也不是说向下 我们如果弯曲得多 我们的关节 尤其是后椎的关节 就磨砂得更加快 更加伤 例如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严重性的情况 这个图案 你就看到骨头 后椎的关节 看到后面的脚 就压缩了 令到很多压力 到了那个位置 如果长期是这样做 颈部就会累些 或者痛 运动的范围减少 动一点 都会有刺痛的感觉 因为那些关节位发炎 可能颈部 动上动下 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我们的颈椎痛 尤其是用电脑多 最近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肩膀 肩膀 下一个 我们通常看到骨折组合症 是什么时候的原因 就是通常人们起床 睡觉 睡错的位置 令到颈椎痛 我们中文就叫 睡礼颈 英文就叫 kink neck 有时候我们可能 趴在那里睡 或者枕头的角度 摆得不对 我们的颈椎就经常压缩 令到那个位置痛了 所以一起床 有时候动 也不能动 或者想动 也不想动 因为很痛 其他原因 就是先前受过伤 例如撞车 跌膠 有什么关节肌肉厌变 在里面的位置 因为退化的情况 或者姿态不好 坐得不好 看电视 又姿势不好 或者有些人 喜欢睡在梳化看电视 也会受到 关节组合症的情况 下一个就是神经缩络 好 其实我们的身体 整个脊椎位 有很多神经线 中间我们有神经管 但我们的神经管 接着两边 有很多细微条线 令到我们的手有感觉 背有感觉 和脚有感觉 等等 既然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的脊椎有多少个 有七节 有七节 那时我们的颈椎位 有七条神经线 某些神经线 就去某个地方 我现在就解释一下 我们上椎 C123 大部分的神经线 就在下面的脊椎 穿到我们旁边的骨头 和我们面上的神经线 令到我们有感觉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如果颈痛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会扯到我们的面 因为我们上椎的神经线 就令到我们上骨头有感觉 那么C4至C7的话 这几个神经线 就去肩位 手肘位 还有去晒手指的位置 有时候病人来说 我颈椎痛 但是我手指背 有些感觉麻木 或者刺痛 我们来诊断的时候 就会说 哦 那其实是哪个位置痛呢 或者哪一条神经线受到影响 那么下一个团案 就会跟你说一声了 我们C5 OK 差不多中间位了 如果是C5被压缩的话 我们痛的pattern 就可能是后颈位 去到上臂位 或者有时候去到少少低位 如果是C6的话 如果是C6的话 或者是麻木 有急急 就去到第二和第一手指 OK 如果是C7最下的那条 就是中间 然后是C8 其实C8是那条神经线的名字 就是第七骨的下面 就是C8 如果受到影响 就会去到我们后背的手位 和手指背 通常有些病人进来 就会说 我手指颈痛啊 我的手有麻木的感觉啊 我们就要排除一下 这些痛症呢 是由于颈部份来到 手的情况影响到有些感觉啊 或者是手臂啊 和肩胃的情况会影响到 这些麻木 和针吉啊 刺痛的感觉 这个神经如果压缩的话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症状啊 虽然有些人有颈痛 或者有些人也没有颈痛的啊 但是会可能有麻木 手臂的麻木啊 手指的麻木啊 刺痛啊 或者有些时候 拿个杯无力啊 手无力啊 做些事或者疏不了头啊 有些时候也会失去知觉啊 因为如果压缩得很厉害呢 令到这些神经史麻木了 这些比较严重一点 有些感觉也会失去了 而做事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 原因包括什么 其实神经线压缩呢 很多时候是我们比较年纪大一点 或者我们退发性高一点的话 有些骨刺伸啊 我们的关节位收缩一点啊 就令到那些神经线被压缩 因为范围少了很多 震动的工作呢 令到你的磨损机会也大很多 所以我们震动的时候 也会受到神经线的影响啦 撞过车啊 或者跌过啊 整伤的颈子啊 令到机会也高一点 如果肌肉开始紧呢 令到你的关节位压缩更快 也会令到你有可能有神经压缩的情况 如果先前受过伤 而没有好好调理呢 OK 有时我们轻微的扭伤 或者劳损 慢慢慢慢 日常生活啊 工作啊 看电脑啊 会可能令到我们退化的情况 快很多啦 颈椎 那我们神经线也会受到影响的 另外 就是经常我们的头呢 头部可能已经头痛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有头痛的情况啦 但我呢 中学到现在也是会有头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颈椎的肌肉通常很确实啊 以前就是对电脑或者温书 看电脑多了 所以颈椎的肌肉常会变确实啊 那现在也是 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好啊 还有看着电脑啊 看电视呢 也都会影响颈部的位置的 那刚才我也说过啦 我们很多时候 上背 我们上 上面的颈椎的神经线呢 ok 是会去到头的位置的嘛 那我这里有个图案 ok 下面这个图案 就highlight了 如果有某些位置的肌肉呢 是个头部 很容易令到头痛的情况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颈椎的位置都有神经线 如果我们的肌肉很容易扯上头部的神经线 而令到我们觉得有头痛的那个情况啦 那如果真的颈椎令到你有头痛的感觉的话呢 通常呢 就会一边痛的 ok 一边就会比另一边 ok 有时候就会叫做扁头痛啦 ok 不是migrate 但是英文呢 叫做cervacogenic headache 好像说 如果你前面这肌肉痛啊 ok 它呢 可能引致到你眼的位置都痛啊 外面少少和后背的位置啦 那如果好像说 如果有一些肌肉在后面 那个骨头下面痛呢 它呢 就很容易扯到 颗头啊 上面的头位啊 这些位置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原因是怎样呢 ok 先前颈部受的伤 就很容易呢 就会令到肌肉容易点紧一点 就会也容易压缩着神经线 和斜到头部的位置 我们的姿态不好啊 以前我温书呢 出去这样趴在这里温书啊 那些脖子那些肌肉的姿态 已经是不好啊 或者做事的姿态 ok 在家做家务的姿态 有时候做得不好啊 或者往低多啊 往高多啊 令到那些肌肉累 也都会令到你有头痛这个情况 最后一个topic呢 就是讲运魂了 我们另一个term呢 是叫雨水不平衡 英文叫vertical another term 叫bpvv bpvv是什么呢 benign的 是无害是良性的情况 而有时候我们的耳朵不平衡呢 是突然之间发生了 没有什么情况是令到你有这个有魂的感觉的 而其实耳朵不平衡呢 通常是在女人看到的 那些女人特别多 但是这个我们的signetific 都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 那其实耳朵不平衡呢 是怎么形容的 就是你呢 你就当你站停 而是周围的位置 周围的情况 是在移动的 如果好像是头云的话 就是反而你自己呢 觉得头云 而不是周围的东西 动 所以耳朵不平衡 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 我们如果真的有耳朵不平衡 如果有人发作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看他的眼球的情况 很多时候有些人有耳朵不平衡 刚刚发作的话 他的眼球是会不平衡的 躺下又不平衡 或者看着眼球 其实是不平衡的 运动量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摆摆摆摆摆摆摆 但其实是他们周围的环角 正在摆摆的 有些病人会觉得想吐 或者觉得闷 觉得不舒服 那其实这些不平衡是什么原因 是由于我们的眼睛 身体和耳朵之间的信息 不配合 那我们听的环角 和看的角度 是配合不到 而伸不去我们的脑部 而因为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里面的耳机 我们耳机里面 有一些水晶 因为我们的头发 已经混在得不好 而令到它移位 或者动动 令到我们的神经动动线 就被变成了 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 的正常的乳酷 的耳朵 里面其实我们有些水晶 这个水晶 水晶有些頭髮黏著 下面的頭髮有些神經事物 如果我們剃東西 然後動動的話 我們這些水晶就會放肆給神經事物 說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在看什麼 在聽什麼 但如果是以水不平衡 這些水晶 有些水晶就會脫掉了 它就很容易到處移位 移到神經線亂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看的環境 聽的環境 是不配合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 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水晶會脫掉 或者會蓋化 變成這個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 頸椎有什麼治療法 或者是耳水不平衡 有什麼治療法 就是要去一個醫生的地方 幫你診斷 幫你做身體檢查 才可以怎樣幫你治療 因為如果好像頭痛 有頭痛的治療 勞損拉損也有不同的治療 或者骨性關節炎也有不同的方式來做治療 如果你有耳水不平衡 我們脊椎或者家庭醫生 有一個動作幫你做 就是想可以幫你移回水晶的位置 讓它沒有動得那麼厲害 我們英文這個就叫做 Apleas Maneuver Apleas Maneuver 是需要醫生幫你躺下 移植頭位 希望讓水晶去回原位 其實我們治療的目標是什麼呢 由於頸椎痛 神經壓縮 或者耳水不平衡 我們就希望幫你減低痛的強度 減少需要動增加用作動的範圍 還有增加動作動一個範圍 希望如果你動不要 就令你做正常 有專程 reviews 例如恢復日常生活、工作不太辛苦、臭酸都不会觉得辛苦 那有什么治疗方式? 如果去看医生做颈椎、腰椎、肩胃 很多时候做矫症手术治疗 或者组合按摩治疗、电疗、超声波、针灸 最重要是做一些康复运动 锻炼来预防某些情况发生 刚才我提到耳术不平衡的治疗法 在家里也可以帮助自己帮水晶移回位置 如说的,你可以抄下这个需要 是叫做Apple's Maneuver 就是需要你躺下 转头某方向、有着转 让水晶移回到正常的位置 其他有什么预防呢? 最好就是每天拉筋 拉筋,然后做一些运动 增强自己的肌肉 令到你的关节位不要收缩或收压 很多时候我们年纪大一点 我们的肌肉就容易没力气 而且我们的关节位就越来越硬 因为我们的动作范围就少了很多 保持良好的姿态 如果你坐多 希望头部是挺直 肌肉的肌肉的肌肉向后 和站直很多 不要寒贝做事 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姿态 有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也都要留意一下你们的姿态 简单来说就像煮饭 煮饭很多时候 或者要站在这里切东西多 或者开始酷贝 确定挺直多 或者洗碗、拖地 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舒服或者累 最重要是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再做过了 现在因为COVID 我们work from home 或者在家多看电脑多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对电脑多 我经常建议朋友 每一骨钟 起床伸展五分钟 起码帮你保持良好的姿态 我想问一下DOSA 关于肩膀痛这件事 我前两天肩膀痛这两边 后面肩膀痛 肩膀痛的时候 和心脏有没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我心跳得很重要 跳得很快 心脏 你说这些位置? 对对对 两边 就很痛 心脏就跳得很快 即超过一百下 其实那时候 这个就要当时测试了 还有如果你有没有心脏的历史呢? 我心脏是跳得不平常的 好的 如果其实心脏跳得不平常的 即浓试 都很容易影响到周围的肩位 但如果真的有心脏的问题 你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对不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这个心脏科医生了 但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这个肩膀的痛 就是和心脏的跳是有关系? 可能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未必有关系 可能是 我这两边的肩膀的痛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有心脏跳 就是可能是 那时候又跳 那时候又跳 就是刚刚在一起 是的 还有因为有时候 好像你心脏跳 你不是紧张一点的吗? 紧张一点的人 收缩一点 那么很多时候这些位置 也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肩膀的位置 因为我们肩膀的位置 其实差不多叫最紧的了 对不对? 个人摸 可能现在是硬的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很少做运动 拉到这些位置 那么这些位置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有时候紧张的话 那我就自己松一下它 这样动一下它 就好像离开了一点 是的 就是肩膀的位置 就是做多一点 这个向后 不需要向后 OK OK 谢谢 OK Dr.Toyas 我想问一问 我呢 就是那个手指公 有两折的 平时我们自己可以自动 可以自己写起 或者是弹起来 这样的 是的 手指公那里 自己会这样写起 最近就不懂自己写起 直接不敢伸直了就是 伸直了就不能写起 有时不小心写起 就要 另外一只手去帮它 弄回它 那这个是不是 那这个是不是 我 是不是因为 刚才你所说的什么神经那方面 是受到影响 我想你可能是有 不是脊椎的位置影响到 我想你又有弹弓手 是 是的 弹弓手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你用的手 用得多呢 有时弹弓手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合起来 自己开不回 但其实如果你是这样打开 它就可以了 那你摸着这些位置 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粒 小小的 腫了一些 一粒 你摸着手指公 手指公 下面那个位置就有一点 觉得它腫了 是的 那可能是弹弓手 你就可能用了手 你用得多了 那里的那些筋发炎 那现在它发炎着了 所以那个腫位就是 那筋开始腫起来 那有什么可以做呢 弹弓手呢 最坏是手指公 我们不可以不做事的 对不对 是的 这些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一个手指公是这样的 你就轻轻地拉 就是向这边拉 轻轻地拉 天天就这样拉 还有休息 这些是弹弓手 是要花时间的 哦 休息 也很难休息 有时候真的很多时候 什么都要用手指公去做 是的 我知道 手指公是比较难一点 就不要特意向下 如果你特意图住它 打开图住它 你就会经常摸着那条筋 就越来越伤 或者越来越肿 最好就保持着它伸直 如果真的要帮着什么呢 你就要用另一手 不断向下 做运动 就不要不断自动做 另外一个手帮 用另一个手帮 拉筋 拉着手指公 就是除了刚才你教我这样之外 就是做这个动作 对了 你可以捏这里的肌肉 就是自己轻轻地捏筋和肌肉 让它不要太紧了 哦 好的 就是有没有那些 比如说那些肌肉 那些热的肌肉 那些有没有帮助呢 热的肌肉 热的肌肉 对了 热的肌肉 因为是痛的 就是平时都感觉到是痛的 就是你不动它 不做它都觉得痛 因为手始终都是手指公 对吗 对 你做简直的事都会令到它受伤 有两位朋友想问 怎样选择一个 披露系 我们选择枕头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呢 看你是怎么睡觉的 如果你打平睡 或者打側睡 或者趴下睡的姿势 如果你是经常是 往天睡的话 枕头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 比较薄一点会好一点 因为你睡得多的时候 你的头 和你的肩位 就会align好一点 如果你的枕头太高的话 当我现在躺在那座床 如果我的枕头太高 比较厚一点的话 如果我的枕头太低的话 我是不是这样睡啊 整晚 整晚扯着 OK 如果你喜欢打側睡觉的话 最好就往枕头 差不多 你的薄贵枕头 因为当我这里有铺床 如果我躺在那床 如果我躺在那床 如果枕头太低的话 我会整晚地躺在那床 躺在那床 如果它太高 它就会常常躺在那床 一定要有一个 差不多这样的角度 来选择枕头 有些枕头 现在呢 中间位 是扁一点的 让人们打平睡 头壳在这 这里可以支持到颈椎位 但是如果有时候它转弯 喜欢打側睡 这两边 是厚一点的 刚刚差不多 摘到肩头的位置了 图案是这样 OK 所以你打平睡 这个是肩头 低一点的 刚刚好 只是摘着脊椎 直 但如果打側睡 它的厚度 好像差不多 肩头的厚度 位置的情况 OK 现在 很多时候 很多人要试枕头 才知道 但如果你是喜欢打平 薄一点 喜欢打側 就厚一点 一个月前 左右 就发觉耳朵后面 这个位置 是很痛 无端端痛 然后 它是有个 pulling 的感觉 我是有少许 nex problem 现在lockdown 多数都是 坐下看电视 煮两餐饭 但是 那个痛 我试过吃atfield 因为我以前也有头痛 我发觉atfield 不能打扰 我也看过家庭医癌 她 因为atfield 不能打扰 她就预计 更激的止痛药 给我吃 我吃了三天 她真的一颗 就刮了这个头 这边的痛 但我不敢再吃 因为我觉得是不自然的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腦部有机会令到这里痛 或是腰部令到这里痛 现在扩展到这边也有点痛 这些为止 正确实 无端端我又没有跌倒又没有弄倒 可能是肌肉痛是会扯到的 其实你吃止痛药是帮你止痛的 对 暂时止痛,尤其是有头痛的情况 这个需要自己放松的位置 这个位置很容易放松的 如果你每天做的话 你很容易减轻做拉和折腿的情况 如果你摆整个头是这样 你拿着头 下面有两个粒位 嗯 你知道有两个粒位嗎? 在骨头下面那里? 骨头下面 两个粒位 你就转手指公转十下 OK 跟着你还拿着 拾完下 就 squeeze头 看一下 这样 对啦 squeeze住手指公位 好 折腿下 对 进去走路位 对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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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折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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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十次 早的时候十次 按住手指公位 向前 和向后 好 好 好 简直一点 就是头部 通常就是这样 最好使用我手去帮 去椅 去膊位 这里就不要跳起身 要确定它是尽量放松 或者你可以拿着镑子也可以 是這樣的 保持20秒 兩邊做20秒 因為你想感覺到這個整體的機位扯著 另一個就是 我的英文叫做文膠底 就是看著你的膠底位 然後扯到膠底的位置 這個就幫你的後肌 這個膠底位 保持20秒 兩邊都是看著膠底 像聞膠底一樣 這樣吧 頸椎痛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就轉左轉右 就是check blind spot 其實是很辛苦的 拿著臉輕輕地 轉過去 用臉珠燈 你可以超過一點點的範圍 OK 通常我這些整體 保持20秒 另一邊也是 你會感覺到 你會感覺到 其實也會有折衣 在這裡 去到這裡的位置 如果你用臉珠燈 你向左 向右 OK 然後shoulder roll 向後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看電腦 坐電腦 我們是個摸前 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向前 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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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舒服的 這些 OK 向後 OK 接著另一個叫ANGEL 就是 T字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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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is 那 What we wanna do Stay in line 跟 the plane and go up Like this 不要是那麼向前 Not like that But like this Straight up And down Straight up And down 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平衡呢 就靠著那個蹦牆來做這個 然後一個 I bone唱了 and down 下的時候 squeeze兩個雞翼位 下 squeeze 然後上 下 squeeze 對 上 ok and then last one ok very simple 可能這些經過 這些 向後 o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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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ike this start like this ok hold 20 seconds 20秒 吸氣 呼氣 讓肌肉慢慢 尤其是胸口的肌 打開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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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以後是這樣 That's it 打開收縮 20秒 這樣可以幫你的臘骨 肌肉 ok 你多坐 會經常壓縮做這些位置 上天 ok 接著就會重組 這些通常做10至20下 ok 如果要hold的話 hold20秒 下一個部分 就是平衡線的動作 這些動作是會對於增強腳腿 和腳的肌肉 其實什麼時候做都可以 記得有張椅子在側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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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ir ok ok 現在可以連上腹肌 爬腿的肌肉 第一個叫marching 很多人可能已經在做 1 2 平 但最好是 hold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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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 like this ok or like this marching hold住 ok ok second seated spot ok 坐一張蛋 輕輕感 但不是真的碰住 不要坐下 是碰一碰 好 起床身 現在 接著 接著 碰一碰 上來 碰一碰 上來 ok 第三 是腳 腳 現在你可能看不到 但我現在 站 tippy toe hold住 慢慢放下 通常hold 10至20秒 這些 hold住 然後放下 腳 hold住 這樣 hold住 然後放下 ok 第四 Lunges 一隻腳 一隻腳 向前 ok 一隻腳 向前 ok 如果要不夠平衡 就拿椅子 如果ok 上 樓 如果要不夠平衡 就拿椅子 如果要不夠平衡 就拿椅子 然後 如果要不夠平衡 就拿椅子 如果要不夠平衡 就拿椅子 好 ok 把手上 鍛鍛鍛鍊整個肌 鍛鍊整個肌 也鍛鍊完肌 腹 鍛鍛鍊 多久就多久 Like this and you alternate ok and then this side same thing ok 你也叫rock the boat 好像船 當我是我的腳 ok 兩隻腳 那我現在站著 我會打側 hold住 滑倒 打側 hold住 滑倒 打側 hold住 最好好十秒至十秒 如果不行 慢慢 hold住 一叫rub the book 最最後一個 是叫clock reach 一隻腳 up ok 12 3 4 4 1 up 這樣 ok both sides so it looks like this ok forward up side forward up and side balance ok forward up side ok and then both sides right teaches you your balance ok 臉腹肌 臉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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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 向後 臉腹 很快 臉腹 叻腹嗎 好 如這些對於平衡線 每天做一些都很容易 短連下腿的肌肉 會對得很好 還有你做多些 練習武器 Dr. Choice,我想問一問, 剛才說的是背部好像雞腿的位置 會有些動作時的卡卡聲, 是因為骨頭腦化還是什麼? 開始退化 如果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它是什麼原因? 它動的,雞腿的位置都會喀喀喀聲, 是什麼原因? 當然是很多, 有時候我們按一下, 可以幫助自己矯正某位置 但如果經常動, 像我的頸椎, 我每次轉動都會響, 開始有退化的情況, 由於根和關節位置退化 即是有沒有什麼練習可以做的, 而幫助他, 他也有覺得痛的, 那有沒有什麼練習是 肩膀或者雞腿的位置痛的練習? 有的, 我要知道他的情況如何, 就是肩膀或者肩膀痛, 或者只是肩膀痛, 是會教某些動作的, 例如拉筋動作, 或者用一些掌筋練力, 你走周圍的肌肉, 讓他結實一點, 就是要看肩膀, 到時去告訴他, 對, 希望他有這種聲音, 或者是不舒服, 好的, 謝謝 那譬如針對C5, 和做哪個動作會多一點, 會更好一點呢? C5, 那C5的動作是下椎, 最好是這些Stretching, 看看你是左邊還是右邊, 如果是左邊多, 就是當你, 我這個是左邊, 如果我左邊痛一點, 你就拉向右邊多一點, 就不要壓住左邊, 就要向, move away from the pain, OK? 所以如果你先, 那兩邊都痛, 那怎樣呢?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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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做文革底一個, 就轉小小瓜, 然後向下, 文革底那個, 就會對C5兩邊那個好一點, OK, 因為我先生是後面的雞翼兩邊都痛, 那麼, C5, OK, C5, OK, 還有你如果雞翼兩邊痛, 就可以做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先做這個, OK, 是啊, 即是坐在那邊, 這樣做也可以的?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make sure你 squeeze, 即是用力, squeeze後面那兩個雞翼位, 然後放鬆, 下來的時候, squeeze後面那兩個雞翼位, 然後放鬆, 明白, Thank you. Dr. Choi, 你剛才說那些運動呢, 都是對Vertical有幫助的, 這些運動, 還是你剛才對Nec? Vertical. Vertical, OK. Vertical is for balance and vertical. Yeah, The neck could be done for vertical too. Way stretches with that. OK, Thank you. 我見到有些人呢, 你側面看他, 整條頸是向了前的, 而那個側面是... 對, 向前的, 條頸是 對, 這個姿勢已經不好了, 對吧? 那有時候, 我們為什麼去到年紀大些, 會有些人見到是這麼寒, 得這麼厲害呢? 為什麼不預防了他呢? 對吧? 是 最好呢, 就是找個牆牆, 忘記了天天做, 做回一些Wall Angel, 我是這樣 因為我通常, 我大部分的病人都叫他這樣做, 抓住牆牆, 等個背後頸位貼住, 要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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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個頸椎和背後, 練習, 練習, 挺直, 嗯, 因為我自己說, 你坐電樓, 未必捱喉, 捱著你的椅子, 通常看一看, 就污了, 你習慣, 我就是向前座了, 快點捱著後座椅子, 你寧願不斷捱著後座椅子做事, 好過你這樣, 向前做, 就是Wall Angel, 我一定會讓我全部的姿勢, 民體的病人, Wall Angel狀, 我就是患有Napping的問題, 就是我是這個患者的意思, 嗯, 就是我carry這個問題, 她是病人, 是的, OK, 跟剛才普通選枕頭都差不多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就是有些枕頭, 總之是保護睡覺的姿勢, 還有就是要練習, 挺直到頸部, 就是很多時候, 好像華佳人的頸是這樣的, 就是要開始挺直到頸椎, 是的, 多得錯, 我呢, 睡醒覺這幾天, 就睡醒覺, 就覺得手臂, 就是手臂, 就是手臂, 去到手指那裡, 都鼻, 那是, 都是因為枕頭, 還是會是那個床褥的問題, 知道嗎? 會不會也是, 你睡覺的姿勢是怎樣的呢? 是, 我是, Face, Face, 不是很硬, 不是很硬, 你說這幾天, 是的, 最近, 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脂肪, 你已經睡了很久的話, 可能是你日後的姿勢影響到你睡覺的姿勢, 是的, 即是你日後呢, 那些肌肉緊一致呀, 不陪呀, 那晚上一刻呢, 很多時候, 睡覺那些肌肉要想放鬆, 就容易放鬆了那些神經線, 起床就會躲避呀, 你有沒有日後做多了些什麼? 躲下頭呀, 或者看電腦的姿勢呀, 多了呀, could be, could be, could be, because, it could be a pillow, I can't tell unless I know your full story, right? 即是要知道你日後身為怎樣, 而且我還要看你現在的姿勢是怎樣的, 是的, Dr. Choi, 你有沒有一個recommended的睡覺姿勢呀? 啊, 如果沒有睡眠窒息的話呢, 即是打平睡, 低枕頭, 雙手是這樣, 薄在旁邊, 或者是這樣, just for this, 打平呀, 不然打平是應該最relax, 除了打平呢, 你打平的時候, 膝蓋的下面呢, 塞了枕頭呀, 是啊, 是這樣, 好, 像這樣, 嗯, 像這樣, 嗯, 如果是不用枕頭, 會不會好些呢, 還是不好呢? 都要用小小的枕頭呀, 因為不用枕頭呢, 始終那個頸位會向後一點, 所以我會說是薄枕頭, 因為你的頭是重的嘛, 對嗎? 重量就會令到那個角度位呢, 反後一點, 所以有一個小小的枕頭, 托著就可以, 即是片枕頭, 好, OK, 如果是枕頭的材料, 是否要, 例如Buck wheat, 那些brand, 或什麼, 還是Polyester, 或Dow, 什麼材料? 柔軟一點, 我通常會建議病人用memory foam, 是那些beads, 或者feather, 或者Polyester, 是好一點的, Polyester fiber, 是的, 尤其是打平睡, 那如果打側睡, 當然要厚一點, 那些材料要厚一點, 那些材料要厚一點, 打平睡就會好一點, Dow.Troy, 我想問一下, 我睡覺呢, 其實我都是打平, 即是我看天花板那樣睡覺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睡著睡著, 我會把兩個手這樣浸著自己這樣睡的, 那我第二天起床, 我的手就好避的, 是啊, 但是我是阻止不了的, 有時候我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知道, 我也同樣, 有時候還是這樣, 但是因為, 如果你擺個手在這個頸椎位, 你會感覺到立刻你一動上去, 每一動都會壓力, 尤其是腦袋, 尤其是腦袋, 對嗎? 那你整晚不斷騙著, 是會手臂的, 但是, 是的, 我先生說, 你不如綁著手來睡覺, 那我就說, 我需要綁著, 對, 就是睡覺的時候, 放在屁股下面睡都可以, 哦, OK, 綁著它, 或者放在前面, 你寧願練習, 放在前面睡, 哦, 好, 喜歡放在屁股上, 我睡覺是不動的, 完全不會轉身的, 那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沒有, 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蛤? 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我生了女兒, 現在她跟我睡, 我才不行, 但是, 平時都是, 我經常說, 就像個狼狼殭屍那樣睡, 我也是, 我只是打平, 不動, 很平靜, 很平靜地睡, 是很好的, 全晚都是這樣, 是的, OK, 不是有問題, 你沒有問, OK, Dr. Choi, 不如你講一下你, 六月回來, 將會跟我們講什麼呢? 好, 我們下一次就會講, 脊椎, Lower back pain, 背痛, OK, 我會講關於, 鎖骨神經的情況, 腰酸骨痛, 以及調教腹肌雲和鍛鍊腰的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最近腰的肌肉, 是我們的腹肌, 而我們坐多, 做事, 其實是很靠它, 但是我們現在變懶了, 我們腹肌又開始肥一點, 動小了一點, 我們的姿勢也會痛一點的,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上身痛, 下身痛, 如果腹肌強硬的話, 我們其實做很多事情, 都會避免有其他的腰酸背痛的情況發生, 是的, OK, 下一次就講, 腰椎, 腰椎的部位, 它是否教腹肌, 左骨神經位的運動, 好, 好, 我講一講, 我跟Dr. Choi, 合作, 拍了很多個短片,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Helen on Health and Other Interest, 那你去Paylist那裡, 那你去Paylist那裡, 就會見到Dr. Choi, Amity Health, 這個Paylist, 那你Click它, 就會見到我們, 一總共合作, 拍了八套Video, 那大家有空就去看一下, 給我們一個Like, 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得Subscribe, 好,